辣米科技太狠了,注射几针辣米细胞就能改变人体的外貌与形态, 这使眼镜色组织的内部,接下来会进行一场特别的手术。 这几个绿色的针管率是博士的最新研究辣米细胞, 博士操控机械手臂8个辣米针头准备就绪。 大家记住现在实验者的面貌,在辣米细胞注射进皮肤后, 实验体会发生变化,眼睛颜色,皮肤颜色,头皮毛狼都会发生异变。 博士会控制辣米细胞对实验体的面部进行重塑, 整个过程实验体会感到恶心难受, 因为此时辣米细胞正在与体内的细胞抢夺身体的控制权, 抢夺成功相当于改写人体的基因编码。 你知道眼镜色组织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吗? 他们用辣米克隆技术复制了美国总统的面部信息, 用假总统替换了真总统,从而接管美国军队, 而真正的总统还被关在地下室里。 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这种纳米技术, 我想最高兴的应该是韩国人吧? 因为这技术可比在脸上动刀子写击一万倍。